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5月正值果中之王榴莲的成熟和销售旺季 大批泰国榴莲进入中国市场 多地消费者惊喜地发现 4月初,美金43元的榴莲 眼下不少超市里的售价降至了美金20元 一整颗榴莲200元左右即可拿下 榴莲降价了 正值消费旺季又是进口水果的榴莲 价格为啥下跌 据了解,泰国拥有200多个榴莲品种 是全球出口新鲜榴莲最多的国家 也是中国允许进口水果品种最多的国家 得益于中老铁路的快车 泰国榴莲进入中国的时间大大缩短 过去,海运需要约7天 公路运输需要约5天 而如今只需3天 据泰国媒体报道 从泰国马达普站开往中国广州的榴莲班列 已打破从泰国运输水果至中国所需事件的最快记录 运输途中损耗的概率也显著降低 综合成本下降 榴莲变便便宜也就顺理成章了 泰国商业部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占泰国榴莲出口总量的96%以上 在中老铁路的助力下 今年泰国榴莲的出口额有望再创新高 不止榴莲 今年4月起 山竹、龙眼、榴莲等热带水果大量上市 每天都有一列水果专列通过中老铁路入境后 发往昆明、成都、广州等各大城市 去年12月 云南摩罕铁路口岸 静静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建成投入使用 中老铁路正式具备入境水果全铁路运输能力 越来越多的东南亚热带水果 搭乘中老铁路蓝煤快线国际货物列车 抵达云南昆明 截至今年4月28日 中老铁路运输进口山竹、榴莲等水果达1.1万吨 运量有望实现同比增长50%以上 针对进口热带水果保鲜期短 对运输实现要求高等特点 国铁昆明局和云南摩罕铁路口岸 共同实行24小时提箱直装直屑 水果搬列到达90分钟内卸车 卸车后90分钟回空箱 提高水果搬列的作业效率 及时实现水果在中心厂站的分波和掏装箱 除了云南摩罕口岸 还有部分东南亚热带水果通过广西平祥口岸 东兴口岸进入中国市场 为提升进口水果运输效率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推出8加1无人职守冷藏车组 由8个冷藏箱和一个发电箱组成 可为8个集装箱持续供电制冷300小时 不再受制冷4小时的限制 在保证水果品质的同时 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运营 截至5月16日 全线累计发送货物突破2000万吨 其中跨境货物运量超400万吨 货值达177亿元 今年1至4月中老铁路货物运量稳步增长 累计发送货物669万吨 同比增加408万吨 增长156%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17个月来 发送货物品类也更加丰富 已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到2000余种 从中国发运到老挝的货物主要是机械设备 家用电器 蔬菜 鲜花 机械配件等 从老挝发运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金属矿石 木薯 意米等 通达中国25个省区市 2023年4月13日 中老铁路开通狩猎跨境旅客列车的乘客 老挝政府希望在2023年吸引140万游客 预计产生超过3.4亿美元的收入 而早前西方媒体就给中老铁路贴上了 对华债务陷阱的标签 当年在老挝投下炸弹的人 今天却称那些挖出炸弹并建造铁路的人 给老挝设置了债务陷阱 这是什么逻辑 根据老挝政府公布有关项目成本的信息 该项目耗资59亿美元 其中约40%由中老两国政府出资 其余60%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 老挝政府出资7.3亿美元 其中的2.5亿美元从老挝国家预算中拨付 其余的4.8亿美元向中国银行贷款 已发行具有约定BOT模式建设运营和转让的合资公司 老挝经济在过去20年 一直保持每年6%到8%的增长率 而中老铁路的列车客运速度为160公里每小时 货运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 比之前运输主力的卡车和飞机效率高得多 可以预见铁路应有助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如果目前的增长率继续下去 到那时老挝经济将增长三倍四倍甚至五倍 换句话说 老挝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使得该国尽快还清债务 那债务陷阱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老挝有很多方式来完成这个债务 一 像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一样 把斯里兰卡的部分转让给中国以偿还债务 二 老挝可以允许将中国南方电网和老挝电力公司合资的老挝电力传输有限公司的多数控制权交给这家中国公司 三 老挝可以允许中国开采老挝的自然资源或核租立农田 就像越南在老挝所做的那样 四 老挝自然资源的价值远远超过中国提供的60亿美元贷款 只要老挝仍在快速增长 这并不重要 但如果老挝的经济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 债务将给老挝的下一代带来负担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也不用走到这一步 再看看美国的情况吧 以加州高铁为例 加州高铁比中老高铁短 在平坦的土地上 而不是在山上架桥和隧道 建设难度可比中老铁路低多了 造价居然要800至1000亿美元 并且这个项目在1996年就开始了规划阶段 25年后 计划在2021年年底完成100英里的建设 英国的HSR就更夸张了 300英里耗资1060亿英镑 有望在2035年至2040年完成 5月11日上午9时 中老友谊盾牌2023联合军演开始仪式 在老挝人民军库马丹学院训练场举行 中老铁路开通后 老挝由陆锁国变成了中国的陆联国 让老挝从心理上同中国的距离拉近了 中老兼联合军演正式体现 对于该结果的出现 最不乐见的恐怕属越南 越南一直有统一中南半岛的野心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然无法半岛 但却一直将该半岛上的老缅太监等国 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 如今老挝同中国靠近 越南的影响力会不断下降 它应该不会乐见 在看到中国老挝铁路通车之后 柬埔寨也准备开启自己高铁修建计划 报道称 柬埔寨首相洪森近日举行了政府会议 与柬埔寨的财政部长和运输部长商议 有关高铁项目的事情 会议中 洪森只是两个部门 联合进行项目前期的可能性研究 将预计成本时间等关键信息 结成报告 递交政府 按照目前的初步构想 整条高铁线路将从柬埔寨的边境城市 波比市出发 一路延伸至金边市 而另一端金边市 将继续建设至西哈努克省 从规划上 线路的布置还是很合理 沿线既有边境经济重镇 又能兼顾到军事部署 在对比多国的标准之后 文章也不得不承认 像泰国和老挝一样 选择中国标准进行高铁项目建设 是柬埔寨的最优解 中老铁路沿线地质复杂 多山多河 线路总长虽然只有1000多公里 但光要跨越的大河就多达4条 虽然如此中国的施工团队 还是克服了困难 让铁路顺利通车 反观几乎同时期开工的越南高铁 在日本乘接建设项目之后 进展缓慢 从2010年开工算起 10年过去 项目进度不足30% 最新消息称 要彻底完工 越南起码要等到本世纪中叶 而中国与印尼的高铁项目 虽然比越南高铁晚五年立项 但仅开工一年 进度便已经追赶上来 柬埔寨首相洪森 或许也是看到了这两个例子 做出了建设高铁的决定 如果柬埔寨的高铁项目 顺利由中国建设的话 五年内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的高铁 将在柬埔寨的运行 如果能打通中棉铁路 则除了八铁之外 中国从陆地上直通印度洋 并且以铁路方式贯通意识大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